欢迎其余家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了重要指示 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也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 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基地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习近平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根本大忌 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 是关系民生福祉的 重大社会问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定力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 以双碳工作为引领 推动能耗双控 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持续推进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希望 全社会行动起来 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身体力行 久久围攻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出席首个 全国生态日活动 开幕式并表示 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 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治本之策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15号出席 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并发表了讲话 他也呼吁各国共同践行 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共同抵制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 并且呈邀各国代表来华参加 将会在今年10月份举范的 北京香山论坛 李尚福表示 中方期待与各国共同践行 全球安全倡议 他指出 全球安全倡议 承载着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承载着对和睦共处的期盼 承载着对共同发展的追求 中方呼吁各国 珍爱和平 维护和平 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积极参加军控 护航 反恐 救援 防疫等 全球安全 治理事件 中国军队是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 关键力量 中国南辉的维和足迹 不变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愿同各国一道 履行国际义务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李尚福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人外来干涉 中国统一是历史大事 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妄图以台治华 必将以失败告终 他呼吁各国团结一致 守望相助 共同抵制 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愿意各国军队全面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一是持续加强军事安全战略互信 我们已经同150多个国家 开展军事交往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发展 中俄关系 中俄军事关系 已成为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典范 李尚福指出 中方已经和40多个国家和组织 建立50多项防务磋商机制 中方愿积极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东盟防长扩大会等多边机制 常态举行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中拉高级防务论坛 持续推进上河组织安全领域建设 积极与新成员伊朗 即将加入上河组织的白俄罗斯 深化防务合作 今年10月 中方将举行北京香山论坛 踏沉邀各国来华参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 美国夏威夷毛衣岛的山火 至今造成了99人死亡 而随着搜寻工作持续 预计死亡人数还将会继续上升 因为周末在家乡特拉华州度假 被批冷漠应对灾情的美国总统拜登 15号就表示将会尽快前往夏威夷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出席一场活动时 谈及夏威夷生活 他表示将尽快前往夏威夷 视察灾后恢复工作 但不希望妨碍救灾 距离牟一道山火爆发 过去一周 工作人员继续在被大火烧成灰烬的废墟中 加紧搜寻遇难者遗体 当局称 巡尸犬已搜查了约25%的搜索区域 预计九成搜索工作将在周末前完成 夏威夷州州长格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随着搜寻的推进 预计死亡人数可能增加一倍 而对遇难者的身份确认工作也在继续 茅一岛警察局局长佩尔迪埃表示 截至目前仅有三具遗体的身份得到确认 官方预计于15号开始 公布第一批遇难者姓名 他并再次呼吁有家人失踪的民众 提供DNA样本 目前山火发生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不过民众就质疑 当地的夏威夷电力公司 没有在天气预报警告火灾风险的情况下 及时切断电源 已有居民向公司提出集体诉讼 公司股价急跌 另外 由于太多车辆和人员寻求进入灾区 当局已暂停凭警方签发的许可 进入受灾地区 不过仍有不少当地居民 迫切希望能够重返家园 有在现场的人表示 当他被劝返时 等待领取警方许可的车笼 已排到至少五公里外 我们也看到美国夏威夷香火的救援工作 还在进行当中 现在民众对于拜登政府的救援不利 非常有抱怨 相关情况 我们也来看在夏威夷毛衣岛 难民收容中心现场的 本台特派记者杨平俊 他在稍早前发回的连线报道 好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夏威夷毛衣岛的难民收容中心 在山火爆发的第八天之后 从拜登在今天做出的正式回应 提出了包括为每个灾目提供 包括700美元等相关的政策已经出台 但是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 对于官方对于灾后的救援 食物的补给 以及所谓的救济方面表现 都欠佳的一个状态 他们目前当地的公益组织 或者一个私人组织 民间组织 已经成为了目前的第一线的主力 目前当地正如早上网上所说那样是 配上拜登在特拉华州度假的照片 文上写上这么一句说 夏威夷的人嘛 你们要自己救助自己 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一个说法 几乎整个全岛都开始动了起来 将各自的物资送到各地 以教会为单位的民间组织手中 然后尽快地送到夏威夷手中 以我手上今天早上就民宿送来了 自己家中的一个班薯 来送到难民中心 来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进行他的绵薄之力 同时在今天我们也看到 不少来自华人的家庭 刚刚经历过山火 他们又跑过来 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出来 要帮助那些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而回到救灾的情况来讲 根据夏威夷的山火组织的一个机构 来自一个民间机构表示说 他认为在夏威夷当地发生 因自然灾害的山火的可能性 只有百分之一 从这个侧面似乎也在推证说 这场目前经历的野火或者山火 它的可能性很大层数 是因为人为造成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现场观察的最新的观察 美国夏威夷 毛衣岛的山火持续当中 而由于说现在救援的物资没有到位 现在拉海纳这些居民都非常的担心 当地治安等方面都拉起了警报 而当地的警方也像我们的记者说 因为需要清理遗体 设施的高速公路灾后 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作为毛衣岛野火救援的重要部分 相关救援物资的补给问题引发温柱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说法 当人们认为当地一切得到解决的时候 但事实确实并非如此 不少中灾区的民众 无法获得及时的食物和基本的物资 报道者下为90%的物资 需要通过美国大陆和其他国家进口 例如通常需要两到三钟的时间 才能通过海陆接收来自加州的货物 而当前拉海纳当地的水和食物 只能依靠其他地方的补给 重灾区的救援中心 甚至没有足够的饮用水供每个人饮用 报道指随着游客被撤离 一些居民觉得他们好像被遗弃 只能自谋生路 当地治安也拉起了情报 报道称当地已出现好几起持枪抢劫事件 甚至出现在民众的私家乡上偷汽油的情况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有民众表示 收集了数百分的食物和物资 却无法穿越政府的检查站 他责怪政府的管理不善和官僚主义 并提到指挥官太多 做事的人太少 而当前进出拉海纳镇的唯一高速公路 仍处在关闭的状态 无疑加剧的食物和其他物资的投送的难度 记者当天洋庄一般游客询问时 同样也遭到拒绝通过 夏威夷毛衣岛的野火正式进入第七天 这条进出 这次事发的核心动作 距拉海纳小镇的唯一的高速公路 目前仍在是一个关闭的状态 以上是换卫视 杨本地里建青 来自夏威夷毛衣岛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即将在戴维营召开的美日韩峰会 将开启三国合作的新时代 而美国国务院当天强调 这一次峰会是为了深化三边合作 不应该被视为挑衅行为 或者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 与日韩外长通话 筹备18号即将在戴维营举行的美日韩峰会 布林肯表示 此次峰会将开启美日韩三国合作的新时代 这就是为了拜登的主要议会 这厕议会 第一次军事党召开启美日韩峰 since 2015 第一次军事党召开启美日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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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our three countries together the leaders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and to strengthen practical cooperation on a variety of shared priorities from physical security to economic security from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development finance from global health to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how much of the summi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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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ne thing that will dominate 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 中方反对有关国家 拼凑各种小圈子 反对加剧对立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的做法 对此 美国国务院否认 美日韩峰会 是在打造小北约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国务院还表示 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一致 不寻求冲突对抗 也不寻求新冷战 拜登政府正在持续 以负责任的方式 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那么这一次美日韩 即将在戴维营举行峰会 将为这地缘政治 会带来哪些 不同以往的变化呢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听 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的 分析点评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郑总 我们也知道日韩 一向都是美国盟友 为什么布林肯这次说 说这次峰会 将会开启 三国合作的新时代 这个新是新在哪里呢 美日韩是同盟关系 但是呢 日本和韩国之间 因为历史上的原因 实际上呢 还存在了很多的分歧 从真正意义上来讲 两国家 虽然有多方面的合作 而且这是深度的合作 但是呢 日韩要说是一个 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 可能也不恰当 那么美国呢 试图通过戴维营的会议 就是三国首脑的峰会 来强化美日韩同盟 特别是要撮合日韩 加强互信 形成一个实质的同盟关系 那么在这次的会议上 要建立三方的一个热线电话 对整个的地区的形势 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并且呢要发表一个联合的声明 在这个会议上 是不是会发表一个 新的安全协议 从目前路透社 两天前报道的消息来看 那么他们呢 是引用了美国的一些官员的话 来说呢是并不一定 那我也注意到呢 在昨天布林肯和另外两个国家 日本的外相林方正 还有韩国的外长朴正 也进行了电话的会议 那么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三国的外交部长 也进行了进步的沟通 对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做最后敲定 但是我也注意到 这个报道里面也没有提到 在这个峰会上 三国家要发表一个 所谓的安全这个声明 但是呢 相关的报道呢 又特别的透露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 凑在一起 将会讨论中国问题 那么刚才呢 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说 不会针对中国 不会威胁中国 或者是没有什么意图 但是呢 因为议题当中 涉及到了中国和台海 所以呢 我应该就是从这个 所议题的设置上 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 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 虽然还谈到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议题 包括你比如说供应链啊 AI技术啊 国防教育啊 国防合作啊 其他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等等 但是其中设置的一个议题呢 是包括中国以及台湾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你要完全否定啊 啊 这场会议 它不是针对过 针对中国的 就似乎站不住脚 刚才我在啊 比较早的时候 啊 在点评 李沙夫部长 在莫斯科国家 国际安全峰会上 发表演讲的讲话的时候 特别提出中国和其他的国家 包括俄罗斯进行防务合作啊 合作的目的目标就是三个 啊 抵制啊 啊 这个啊 军事霸权啊 抵制强权政治 还有抵制啊 唯独 遏制 但是呢 美日韩三国的峰会 其实呢 这在强化强权政治 强化军事霸权 强化 遏制维堵 啊 所以呢 昨天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王文明也说了 反对 拼凑小圈子啊 搞这个集体对抗啊 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力 啊 这三个国家美日韩 凑在一起 其实就是要强化 他们的所谓的同盟的关系 啊 要针对中国 要针对其他的一些国家 啊 要围堵中国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唯有啊 啊 那么 冷静的来看待这次的峰会 啊 这次的峰会呢 按照这个波林肯的话说呢 不会有联合声明当中不会提中国 啊 但是呢 会提到这个台海的局势 啊 尽管如此啊 啊 但是他们的意图 他们的这种策略啊 啊 他们的 背后所谋划的那一套东西 其实呢都是在针对中国 可能呢是一些陈词滥调啊 可能呢是一些过去表述过的一些言辞 但是呢 话里话外啊 啊 他的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加剧这个地区的不稳定 就是要通过所谓的联合声明来宣誓啊 对一些地区的所谓的房屋的承诺啊 就是要威胁中国不要啊 采取军事的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统一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啊 话里话外 其实呢明确的都是针对中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唯有 来静观其变啊 来看啊 这份联合声明啊 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然后呢再做出相对的一个反应啊 但是呢我也必须强调就是凡是针对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领土完整的任何的图谋 最后都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外权的准备 不惜一战不惜一切代价要誓死的捍卫 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诚子 好的谢谢正好先生带来的分析观察 我们接下来换一个焦点来关注俄乌战事 接下来掌握到乌克兰的总理 什梅加尔在15号时表态了 乌当局将会斥资大约是3500万美元 在与俄白染国接壤的东北地区 哈尔科夫还有切尔尼西夫 要修筑新的防御攻势和军事设施 那么在乌东的南部城市地涅波罗 遭到俄军导弹的袭击 击中了一家企业还有一处的体育中心 至少有两个人受伤 而乌空军发言人说由于来袭的导弹 不断的转变航向 也让防空系统非常难以拦截 而如果说西方的盟友尽快的交付F16战斗机 将会将这乌方的杀伤力推升到百分之百 而国防部现在通报 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的上空 发现并且击落了乌军的无人机 也挫败了乌方实施无人机恐袭的企图 没有人员伤亡跟其他的损失 而国防部现在也通报 防空系统24小时之内 是击落了25架的乌军无人机 还有四枚的发质斯卡普一具巡航导弹 以及两枚的叫乌拉干多管火箭弹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视察东南部前线部队 并且探望受伤士兵 他向士兵和医护致谢 而乌克兰西部两个地区 遭到了俄军导弹袭击 酿成平民伤亡 俄军则称成功打击了乌军军攻复合体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15号 到东南部扎波罗热前线地区 视察在梅利托波尔方向 执行进攻行动的作战部队营地 听取作战指挥官汇报前线战况 商讨当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并鼓舞士气 泽林斯基指乌军正向 冲夺梅利托波尔土地的目标 坚定推进 泽林斯基还到当地一家医院探望受伤士兵 视察病房及医疗设施等 他向顽强斗争的士兵 及挽救生命的医护人员致谢 乌西部利沃夫州15号 遭受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空袭 俄军发射至少6枚导弹 这首府利沃夫市及周边地区电力系统 和上百栋建筑受损 更造成包括儿童在内10余人受伤 同样在西部沃伦州首府陆茨克市 一处工厂15号凌晨 遭俄军导弹袭击 造成最少三名员工丧生 另有多人受伤住院 俄国防部当天则通报 俄军动用远程海击和空击精确制导武器 对乌方军攻重点企业发动集中打击 所有指定目标均已击中 达成打击目标 对乌方军攻复合体造成重大损失 另外在乌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库比扬斯克 当地居民正在志愿者的协助下陆续撤离 有民众表示俄军袭击接连不断 因而才艰难做出离开决定 不过也有民众拒绝离开家园 乌军冲夺部分领土后 俄军监狱对乌东北部加强攻势 乌当局上周下令东北地区前线37个定居点 近12000名居民 将至疏散到哈尔科夫寻求庇护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是第九届的俄国际军纪论坛 是在8月16号进入第三天 那来自伊朗等六个国家举办了国家军品展 请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郊外库宾卡的报道 2023俄罗斯国际军事技术的论坛 记者的左侧 这就是白洋战术弹道导弹 当然了 白洋战术导弹它有很大的这种机动性 包括这些轮胎 白洋战术导弹它的右侧 这就是S400防空导弹 这也是俄罗斯防空家族中的主要的导弹之一 前面S300防空导弹系统 机动性非常的强大 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这种导弹 既对空进行攻击 对地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地对地的攻击 这就是俄罗斯王牌导弹 安格尔 这款导弹呢 作为洲际弹道导弹之一呢 它可以射程达到一万一千多公里 多弹头对目标的攻击 可以看到这些中国的蓝箭型的空地导弹 这也是在此次中国防武展中所展示的一些 主要的中国主力的兵器 包括这些防空系统 当然了目前只是一些模型 还有这些新式的这种坦克系统等等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呢 是参观了中国的防务展 在展览会上我们也看到来自伊朗 来自南非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 也是展示了自己的武器系统 在此届的论坛中呢 当然还有包括静态的目前俄罗斯 现役的战机的展示 主战坦克的展示 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 卢宇光萨维引力力的 在库宾卡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 两架俄罗斯图95MS战略轰炸机 按计划完成了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的 飞行任务 俄罗斯国防部指出 两架俄罗斯图95MS战略轰炸机 飞行时间超过6小时 空天军苏30SM和苏35S战斗机 执行了歼机护航保障任务 远航远程航空兵司令科贝拉什中将就表示 这次飞行严格按照国际空域使用规则进行 他也补充说远程航空飞行员定期飞越北极 北大西洋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太平洋的中立水域 下一节去交香港 稍后见 欢迎去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香港的人口现在只跌回稳了 特区政府的数据就显示在今年的年中 香港人口录得超过了749万8000人 比去年同期也增加了2.1% 当局表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各地逐步恢复正常往来 使不少在疫情期间留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可以返回香港 同时也有一些内地和海外人士透过各项计划移入香港 香港统计处发表最新数据 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49万8100人 比去年年中增加了15万2000人 按年增加2.1% 人口上升主要是由于期间录得174000名香港居民近移入 包括31000名单程证持有人 以及143000名其他香港居民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香港疫情防控措施在去年下半年开始稳步放宽 香港与内地以及世界各地逐步恢复正常往来 令不少在疫情期间留在外地的香港居民返回香港 同时也有一些内地和海外人士透过各项计划移入香港 导致今年上半年录得大量居民近移入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那么聊聊居屋啦 居屋是香港特区政府房屋政策的常设的一部分 那它的价格与市价相比的话是低大约四成左右 一直以来也都吸引着大批的市民排队申请抽签购买 新一期的居屋申请是已经在14号结束了 不过超额认购的反应创下这居屋2014推售以来的最低点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来听我们的专家分析 截至14号晚5点就新一期居屋申请 香港房屋委员会累计收到约16.3万份申请表 超额认购16.8倍 较2022年瑞检35%超额认购反应 也是新居屋2014年推售以来最低 新一期居屋申请瑞检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是因为居屋本身的问题例如地理位置过于偏僻吗 还是说整体香港市民对于居屋的需求量有所下跌呢 香港公务联会会长王坤介绍 此次六个新居屋屋院分别位于启德、屯门、元朗和关塘 其中三分之二地处市区交通较为便利 至于为何此次申请量减少 王坤表示原因有三点 第一个是由于整体的申请入息限额是大幅下降 是去到6万2千元的 去年是6万6千元,今次少了是4千元 另外来说利息有机会是节节会省升的 可能将来供楼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现在整体楼市的气氛也不好 令到很多家庭是介乎在合资格和不合资格之间 有一个徘徊的做法 王坤认为 居屋目前仍有极大需求量 但市民被抽中的几率偏低 建议当局采取积分制 是不是可以对一些多次去抽签 抽不到的家庭是给一个分数 按照困难程度 还有抽签的多小次去给一些分数 使得能够那个机会是趟前些 另外王坤建议当局也应考虑申请家庭 当下居住环境的恶劣程度 让部分有困难家庭早日上楼 凤凰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 随着疫后消费持续回暖 夜间消费业态日趋多元 发展夜间经济也成为了提升城市活力 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四川省多地结合当地的文旅资源 发展夜间经济成效显著 吸引了大批游客到访 而当香港提到要推动夜经济时 不夜城成都已经交出了一份 有参考价值的问卷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成都的观察报道 有着文旅不夜城之称的成都 近年来致力打造多元的夜间经济消费环境 以宽展巷子为代表的潮流打卡地 白天是古丝古乡的千年绍成 而当入夜后人山人海霓虹闪烁 也是这里的独特风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成都的宽展巷子 是风流旺季 这里每天都有数十万名旅客光顾 而打造夜市经济热销品就少不了城市的标签 就像我手上的这杯冰淇淋 既有成都两个字的字眼又有可爱的大熊猫 受到了不少旅客的欢迎 场景带动消费 宽展巷子不仅集合了当地的特色小吃 烧烤 火锅酒吧等传统夜市中的主角 也有摊位售卖惊善 泥人 熊猫玩偶等 具有文创特色的纪念品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外来的游客又怎能抵抗这种诱惑 小看红湿处 花种景观城 霓虹闪烁的景观城 夜间的消费业态也变得多元 游客们处理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以战士多元化的购物体验 也令夜间的经济变得蓬勃 进一步释放出消费的能量 锦江夜市连三股 时事书斋彻五更 自古以来 夜市繁华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写照 以夜游锦江为代表的夜游成都更是全国之名 夜游锦江 两岸复原古时的场景 让市民游客可以在业余繁华中感受锦江的夜色生活美学 打造重点的文旅地标 开发夜间旅游 也成为了成都夜间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专属的城市形象 丰富多元的消费环境 营销夜间的旅游热点 都是夜间经济不可或缺的环节 香港可以借鉴成都的经验 突出城市个性 吸引更多游客带往夜间经济 凤华卫视 王叔 林子荣 冯志雄 四川成都报道 让你掌握今天的《要闻早报》 《要闻早报》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到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美国正在推动安理会在17号召开朝鲜人权问题会议 朝鲜15号对此表示谴责并称美国的计划是卑鄙的 而中方也表示反对安理会讨论朝鲜人权话题 15日朝鲜发布声明 谴责美国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 意图推动安理会在本周召开有关于朝鲜人权问题的公开会议 朝鲜表示美国的计划是卑鄙的 只是为了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野心 朝鲜还称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败的国家 如果安理会要谈及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 那么美国应该是榜单上的第一个国家 美国是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国负责制定主持安理会本月的工作议程会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向记者表示 计划在17日与安理会推动召开朝鲜人权问题公开会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 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独立调查员萨尔门将会向安理会成员通报情况 格林菲尔德还表示朝鲜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这也与朝鲜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回应表示 中国反对即将在安理会召开有关朝鲜人权问题的会议 中方认为这个话题不属于安理会职权范围内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也只会加剧对抗和冲突的风险 中方表示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予以反对 安理会将就是否召开这一会议进行程序性的表决 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只要有9个国家投出赞成票就可以获得通过 而常任理事国不具有一票否决权 美方预估这次会议有很大可能会继续推进 也将会成为2017年以来 安理会首次就朝鲜人权问题召开公开会议 凤红卫视陈寅谦江广复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15号有民众上街 庆祝美军撤出阿富汗 塔利班重新掌握政权两周年 中国外交部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两年前全世界目睹了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的喀布尔时刻 再次证明对其他国家搞军事干涉 只会带来动荡和灾难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大批民众聚集 他们挥动塔利班旗帜庆祝塔利班重新掌握政权两周年 军车上的塔利班成员也手持旗帜并拍摄周围庆祝的人群 有民众就表示15号是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日子 所以特意上街庆祝 美国和北约领导的部队在2021年8月15号全面撤撤阿富汗 中国外交部在美国撤军两周年的这一天表示 美军仓皇撤军再次证明对其他国家搞军事干涉 只会带来动荡和灾难 阿富汗这场变局教训十分深刻 至今仍然值得世人反思 这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军事 政治 反恐的全方位失败 再次证明对其他国家搞军事干涉 政治渗透 民主改造行不通 只会带来动荡和灾难 汪文斌指出 作为阿富汗最大的邻国 中方一直帮助阿富汗稳居重建 推动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不过某些国家对阿切断援助 冻结资产 实施制裁 致使当地人民的苦难雪上加霜 阿富汗要实现长治久安 首先必须解决人道状况堪忧的问题 有关国家应当切实从阿变局中汲取教训 落实对阿援助承诺 确保阿全部被冻结资产 尽快用于阿富汗民生急需 汪文斌表示 阿富汗临时政府在恢复经济 保障民生 改善治安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务实举措 外界应当予以客观公正看待 同时也希望阿方在保障 包括女性 少失族裔权益方面 采取积极举措 更好回应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期待 凤凰卫视最后报道 那么塔利班执掌阿富汗政权两年之际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也发布了报告说 阿富汗当局的改革政策让他们失望 很多措施已经对本国妇女儿童 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塔利班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已整整两年 30多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发布报告表示 两年间 塔利班在国内持续侵犯人权 包括对妇女和女童实施全面歧视 排斥和压制制度 报告指出 阿富汗当局许下的承诺 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 塔利班对制度的改革措施 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表示 当局所谓的改革其实是一种 加速的系统性的隔离和迫害制度 发言人称 阿富汗多个省份 不允许十岁以下的女孩上学 美容院等场所被勒令关闭 塔利班有意对妇女和女童 进行全面统治 其性别迫害的做法 已经构成反人类罪 人权专家报告里把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处境称为全球最差 要求当局采取严格措施 防止对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 并保证女性社会权益 保证她们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方红艺势张柏蒂 瑞士日内宝报道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当地时间15号发布报告称 截至6月份的三个月之内 英国失业率的上升幅度超过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然而私营部门的工资却超过了通货膨胀 加剧了英国央行的担忧 有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英国就业报告显示 英国的就业市场出现明显的疲软迹象 就业和职位空缺下降 而失业率和财源率正在上升 其中因长期生病而导致的劳动力不回约的现象 攀升至历史新高 英国国家统计局提醒社会各界不必过度解读数据 但在当地舆论看来 就业市场预冷是英国央行自2021年12月以来 连续14次加息所带来的影响之一 截至今年6月的三个月内 就业人数减少了6.6万人 仅在6月就大幅减少约5.6万人 与此同时 英国私营和公共部门工资增速 去创下200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许多雇主诉诸加薪来留住或吸引员工 官方数据显示不含奖金的平均薪资 同比增长7.8% 超过了通胀的关键指标 而经济学家的预期则为7.4% 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工资年增长率最高为9.4% 其次是制造业为8.2% 另外在一系列罢工行动之后 部分工薪阶层的薪资待遇得到明显改善 公共部门的薪资增增升至历史新高 年增长率为9.6% 眼下经过英国超市的物价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 有利于缓解民生危机 但一系列最新数据给央行计划持续加息 带来不小压力 市场目前预计利率将升至6%的高位 高于数据发布前所预测的5.75% 要想按照首相苏纳克的目标将通胀率压至2% 人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英国财政大臣亨特在获悉最新经济数据之后 选择刻意淡化失业率 而是强调行增的员工比例 这在来自工党的工作和养老金影子大臣看来 是保守党固步自封的体现 活于当局重视年轻劳动力的积极性 以及为50岁以上的人群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富皇卫视 许亮 杨浩鹏 伦敦报道 那么在阿根廷有多个机场的行李搬运工 15号举行了罢工 导致了至少有60个航班被迫取消 有上万名旅客因此滞留 那么在首都的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这个机场 在登基区提供了这行李转运 调度和交付公司的国有公司工人 在14号起就开始罢工 抗议机场服务公司与工会之间的冲突 经过了20个小时的抗议 行李搬运工 还有阿根廷劳工部举行新的会议 而随后宣布取消罢工 有多个机场也因此受到了罢工的影响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关注到了 在当地时间的14号和15号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乘坐的政府专机 两度出现了技术故障 被迫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机场 而贝尔伯克随后宣布取消原定一周的印太执行 其实德国政府专机已经多次发生故障了 官员也深受困扰 英国媒体也说这一类的事件发生 对外界说这德国过去不是一项 有工业大国的地位吗 恐怕不再负债 而以及对国防军工 甚至是军队的备战的情况出现了之一 那么不要走开 我们有更多焦点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综合了外电报道 说一份14号晚上公布的起诉书显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19人 因为涉嫌推翻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佐治亚州的结果 被佐治亚州大陪审团起诉 而特朗普被控13项罪名 这也是他今年3月以来第4次说到刑事之后 那么与前几次最大的不同 本案可能会是观众第一次能够在直播当中 看到美国前总统被审判的画面 美国媒体说 本案使美国逼近了政治悬崖 而这次佐治亚州的州立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克雷斯他说了 联邦法院体系和纽约法院反对在刑事诉讼的期间进行直播 但是佐治亚州的法院在这一方面会更加透明 所以本案可能会成为唯一一个被直播的案件 让公众有更好的机会来理解证据 那么这一些证据恐怕会对特朗普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而特朗普在自家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当中 就抨击检察官威利斯失控而且腐败 说辩称佐治亚州的指控是政治迫害的一部分 欢迎个焦点是印度在15号庆祝独立纪念日 而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以来连续第十次发表独立日的讲话 他对印度人民党在2024的举行全国选举当中 再次获胜表示有信心 印度总理莫迪在近90分钟的第77届国家独立日讲话中 概述了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过去十年中采取的各种举措和所获得的成就 包括在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女性妇权以及对贫困人口的福利等领域 他还提到了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的民族暴力事件 并表示情况正在改善 目的敦促人民不要失去实现国家潜力的机会 因为这一时期所做的决定将影响国家未来一千年 莫迪声称世界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巨大变化 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新的地院政治方程式正在新冠疫情之后迅速形成 14亿印度人正出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这次也是莫迪在2024年全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演讲 他对正在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胜利表示信心 莫迪还指出印度获得了举办20国峰会的机会 一年来20国多次活动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方式 让世界看到了印度的多样性 他还敦促国家各处腐败 群带关系 绥靖政策的三臂 推动国家前进 方黄卫视记者 上京军 印度新德里报道 再看一下是美国FBI有一名已经退休的前高级官员 15号向纽约的联邦法庭认罪以换取检方撤销对他的指控 那他承认自己收取了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寡头 也就是俄罗斯旅游公司的创始人 杰里帕斯卡 他的钱财要帮助他打击对手 被告他叫做麦格尼格尔 在2018年退休之前曾经领导FBI在纽约的反情报部门 他当天在庭上承认2019年 他曾经收取俄罗斯寡头的钱财 帮助调查其商业对手 并且要试图推动政府解除 针对杰里帕斯卡的制裁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直到2021年 杰里帕斯卡又给了他17500美元 让他挖出对手 另外一名额金融寡头波塔宁的黑料 那么想要让这波塔宁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最后这麦格尼格尔恐怕会面临最长五年的监禁 法庭将会在今年12月就会宣派 波兰在15号迎来建军节 并且举办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借此来展示防御能力 并且为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 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 波兰总统杜达与防长共同乘车 抵达阅兵式的现场 据报有大约2000名士兵 以及200台军事装备 参加当天的阅兵式 美制M1A1爱布拉姆斯坦克 海马斯火箭炮 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韩国制造的K2主战坦克 K9自行榴弹炮等军备都依次亮相 因应瓦格纳集团士兵向白俄罗斯转移 波兰越发担心边境安全问题 有分析指出 波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举行大规模阅兵 无疑是在向俄白两国 展现自身军事实力 同时当局也希望借此 为10月中旬举行的议会选举遭势 向民众表明其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 在印度北部的喜马基尔邦 连日暴雨引发了泥石流 还有山体滑坡 而山城西里姆拉 有一座印度教的寺庙 在14号被崩塌的土石掩埋 以及压塔 当地这一波雨灾 遇难人数已经是增加到了 至少有57人 还有10个人 恐怕还是失联的状态 有可能就被压在土石之下 我们看到在事发的一天之后 现场可以见到一部小型的挖掘机 还在不断地要缠走 压埋在寺庙建筑上的土石 附近有救护车以及安全部队的车辆在待命 失踪者的家属和亲友也聚集在周围 焦急地等待消息 而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找到的15个人都已经死亡 但是至少希望能够找到亲友的遗体 那过去的一两年 反强的大雨以及冰川融化 以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引发的洪水爆发 政府都归咎于气候变化 而就在上个月 喜马基尔邦还有临近的北阿肯德邦 就因为连降暴雨酿灾 遭遇到了广泛性的破坏 再来关注到14号傍晚 发生在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的 圣安德烈的森林火灾 已经在15号凌晨被扑灭了 据了解包括圣安德烈 以及周边多个市镇 大约500公顷的土地都被大火吞噬 大约3000人需要紧急疏散 火灾发生之后 当局出动了65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 但是由于当地酷热干旱 而且风速达到每小时80公里 给灭火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据悉这次火灾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遇难 但是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就表示 有数名消防员在灭火行动当中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要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之前阿萨蔡卓妍被曝与富三代男友石恒聪分手 消息曝光后两日 阿萨终于亲口承认他们已经分手 说两个人分开当然是有些问题 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不需要向其他人交代 有消息指因为石恒聪 与一个被称为C小姐的女艺人 来往的太多了 所以阿萨才与石恒聪分手 网上还流传去年港姐季军梁超仪正是C小姐 这个消息传出后 梁超仪的IG追踪人数 有8700集生至1万人 网民发现梁超仪真的有Folo石恒聪 还在梁超仪的IG狂闹 问他为何要抢阿萨的男友 还说阿萨40岁的样子比你还年轻 梁超仪似乎没有回应 9月12日是哥哥张国荣67岁生日 适逢今年是哥哥逝世20周年 文化博物馆特别举办 继续宠爱张国荣纪念展 邀请哥哥生前好友陈淑芬 张淑萍夏永康担任客席策展人 展览直到10月9日 与各位歌迷一起纪念哥哥 有些幸运的访客 还会得到特别纪念品 时间过得快 温娜告别演唱会来到最后一场 歌迷都很不舍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演出吧 温娜五虎有什么感想 他们五个都没有哭 原来他们说好不准哭 顶住 不过是不舍得的 不过没哭出来 顶住了 因为我们答应过大家 不可以哭 因为一哭 怕唱不出的 但是我落台的时候 我们没哭 但是我太太哭得很小 我又 他说他不舍得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也请你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了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